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二国风情的朋友 在这间旺角主打泰式Fusion菜的餐厅 一定适合你心水 这里的装修充满了摩洛哥风情 彩获的墙身 花纹地砖 木色的桌椅 还有一个露天花园 绝对是打卡之选 阿鲁,我们来吃泰国东西了 很棒 刚才我们看到这里有盒咖喱 平时吃咖喱 阿鲁,你有多喜欢吃哪种类型的咖喱 我最喜欢有点甜 青咖喱,黄咖喱,红咖喱 我都喜欢,你呢? 你对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红咖喱 红咖喱平时配薄餐 这是配自家製的农夫包 这个农夫包真的是第一次吃 它还很厉害,它是自己做的 那我们开始吃 不如我们先把咖喱煮一下 你很优雅 因为我一来就打算用手去剁它 也可以,我扮演 上面已经有一粒鱿鱿 这个红咖喱大家不用怕辣 因为酱汁先和配料炒香 再加一些椰浆 所以加了椰浆一定会带一点甜 没错 我觉得这个像太空飞碟 很吸引,我已经想剁 而且… 我们法国人一旦有发包 谁知道是新鲜和好吃 是 我们会把它捏捏 捏捏 这个有声 虽然这个包包不同 但是… 对,有新鲜的… 適合大家 一定是… 加油 有点大力的,不必要 其实用一些青凉汁 就可以带出咖喱的香味 还可以整件事更新鲜 让我们试试 这道咖喱 吃下去 已经感觉到椰浆的甜 湧上来 然后才有点辣味 这个红咖喱 你会感觉到海鲜味的鲜 我吃了这个 我喜欢这个包包很软 只是包包已经赢了 然后就是这个了 看起来好像很辣 对吗 对 这个就是泰北咖喱甘棉 这里有两款面 一款干面和一款… 对 我给你看一下 你很棒 它藏起来有一个面在下面 上面这个就是炸了 一个就是没炸 这个好像很稠 其实它用了鸡汤和椰奶 做了它的汤底 它真的很像拌面 对 里面还有鸡 你可以选牛 但我看到这个已经很开心了 最终有骨骨的鸡 我给你夹一个骨骨 谢谢 你看到它是炸了的面 它蘸了这些咖喱汁之后 我喜欢… 它很脆 脆脆的吸收了 还有呢 它有好感 我很喜欢它的汤汁够浓醋 它的怪汁挂得很厉害 你看它有多少摺位 很好吃 还有少许辣味 就可以加上它们的椰奶 椰奶的饮品就完美了 看到我们戴上手套 就知道我们会很盡情地 吃这个手爪的海鲜 好看 好看 我最喜欢的 倒出来了 倒出来了 太好了 很多东西 通常用海鲜的香料 但这个有红咖喱酱 海鲜里面 是埋满了这个酱 然后你看看这种青口里的汁 可以连起它 就像汤般冰进去 这个汁很厉害 它有15种泰国香料 包你够野味 没错 吃下去不是很辣 对 这个应该不是主张你吃辣 因为它的香料 是希望大家不要覆盖 这个海鲜的鲜味 吃下去也很平衡 这个泰国米通 加上海鲜吃下去 汁得很脆 很脆 很脆 很重 我先留一份份 我们去到甜品环节 这个是椰汁的汤圆 如果看到蚊绿色 其实泰国人很喜欢有颜色 但这个是天然的香料 因为用叠豆花 和盆栏斑兰 去形成这个颜色 没错 而旁边你看到好像一个 我也知道你想说 那名字不想忘记 就是 就是 这种东西 就叫做 刚才厨师出来教我们 这个脆花花 因为泰国皇室很喜欢 任何有花形状的甜品 所以特意做这个 真的有泰国的感觉 首先我们尝试 你想要什么颜色 你 就是绿色 我很喜欢 我知道,你喜欢抹茶辣提 是的,它很绿色 他给你一些椰汁 我就要橙色这个 你看到里面有很多椰丝 但是这个就是斑兰尼 你这个是什么味 原来这个颜色是蜆蜆的 我喜欢它很滑 因为它的汤圆 其实是偏甜一点的 它里面的椰肉 所以你看到 我们外面的椰汁 有点咸味 就把它倒坏 我觉得这样挺好 不用一味的甜 你吃不吃你的Column特酥 Column特酥 我们来了 我分一点给你 这个Column特酥 其实我们要 很慷慨,谢谢 我喜欢你 Column特酥 你要点这个 是吗 你点这个 我喜欢有点脆的 刚才面子就说了 它是Column特酥的 有什么感觉 是正确的 为什么你吃过 我吃过的 去过美国 我去香港吃 是吗 有得吃吗 下一间就去 带我去吃Column特酥 好 Column特酥 很开心可以吃到 这间很新鸣 和非常好吃的 泰式餐厅 没错,我们饱了 想吃饭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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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睡觉 真的没听过 相信你的 好 相信你的 先说重点 当日本菜遇上美国风 到底会有什么火花呢 大家可以来这间 位于中环的居酒屋 去感受一下 真是独一无二的 美日Clossover 店内是时尚和风设计 而户外的位置 就可以让你冷静一下 放松一下 这间餐厅 是源自日本人气居酒屋 在美国开设的 拉面附线餐厅 它们的圆脊慢煮鸡腿拉面 你一定不能错过 这里很漂亮 对 想不到香港这么忙的地方 也可以有这么疯狂 这么漂亮的地方 没错了 你今天吃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慢煮鸡腿酱油拉面 我觉得拉面少见有整只鸡腿 但我觉得鸡腿很适合香港地道的口味 即是鸡腿饭 没错 你可以来这里吃整只鸡腿 再加上生洋葱 我也在拉面也少见 它很有趣的 它的汤底是用这个 鸡白汤做鸡鸟 然后上面有韭菜 再加上黑蒜油 那应该很香 我都闻得很香 我试试鸡腿 因为我的鸡腿用手吃 所以你不要介意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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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慢煮 你一看到它就 很香 没错 真的慢煮 很入味 因为它本身是慢煮 但是它淋上碗才会烧 所以皮很脆 肉很香 很嫩 你平时吃拉面 会喜欢哪一种汤底 白汤、鸡汤 我最喜欢 鸡白汤和虾汤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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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面 不是很粗 很粗 但是你看到 它有些坑在中间 都是我最喜欢的 很挂汁的拉面 面都搅着酸酸的汤 再加上一粒粒的芫荽 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吃下去 第一时间就是感到它的口感 即是吃面是喜欢有脂肪的 这个是蛋蛋牙 再加上一粒粒的蒜蓉 但是味道不会太厉害 嗯 没错 我很喜欢的 我要不断吃了 我这个拉面就很好吃了 我看到你这个 应该是半面 好像四川的感觉 这个首先呢 那个卖相是100分 我已经拍了相片 拍了影片 又是山羊中 芫荽 免治鸡肉 你看到一粒粒的辣椒 它应该是辣和香 有紫菜和炸蒜蓉 我的最喜欢 很有趣 有这样的工具 哇 看这些蛋没有饱汁 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这么软 都闻到很香的麻油的味道 有花心的味道 其实有点像那些 淡淡面的感觉 有点辣肉碎 我很期待你这个反而 不是 它的辣也很辣 它是一个麻辣 我认为吗 它确定是 它的麻辣是一入口就先辣 然后才浸出它的味道 是 你会觉得是辣 但那种野味 你想继续吃 但你也要喝一口食物 是 救火 那种麻油味非常重 我很喜欢它这么多配料 我觉得每一口都像新鮮 真的挺幸福 是吧 第一次吃这样的辣盆面 来到居酒屋 怎可以没有炸鸡 我平时想起炸鸡 可能会是一粒粒的 但这个好像整只 它是鸡翼 还是整只鸡 那这个就是清酒酒粥炸鸡 即是酒 很好 它呢 很好吃 它是用盐漬和酒粥 之前那晚醃了 它才拿去炸鸡 所以我们咬下去 它里面的感觉不是很油膩 有很多很汁、很嫩的鸡 你看到很粉红色 我觉得咬下去 酒味会慢慢滲出来 即使你不说是酒粥鸡 你也会吃到那个味道 很特别 平时吃鸡的皮很厚 那种很厚 这个真的刚好 这个真的很好吃 比它更棒 流港开针100强 最强推介 浇到外面是外脆内圆 内面是完美的 今天你很幸福 平时已经卖光了 老板特意留一碗给我们 温泉和鸡是不同的 在嘴里煮一碗 那么好吃的鸡 吃吧 留一件给我们